4月尝试性地买了一颗楼豆菜 被各类美徒种草很久 今年终于下手了 入手时还是很小一团 老板刚打过顶 之前完全没养过 心里一点都没谱 好在根系长得不错 暂时上盆到一家轮 这个时候真的很迷你 大概一周左右就有冒花包 本来这个大小应该掐掉的 但我想知道是否对版 就留着解解好奇心 又一周仙女花终于登台了 不愧是大家公认的高颜值 真的自在先气 养护也不费什么心思 室外找个不会被曝晒的地方就行 这时一共就两朵花 花界也不高 担心后续的生长 花留了一周我就掐了 感觉叶子比刚来时状态好很多 接下来的三周 换到了一个潮南的位置 第二波花苞也来了 比第一次都不少 但整体的植株还是没预期的大 可能是当初没掐花苞 按说为了长得快点 这次的花苞也不该留 但花度实在太鲜太美 我还没看够看腻 牺牲植株大小来换取颜值 一点都不亏 现在就只混当初买得太少 应该多选几个品种颜色 也买得太迟 长时比别人慢一拍 这两天第二波花也该掐了 资料上说一年花期有两次 分别是五到七月 八到九月 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 如果能顺利涨到八九月份 那时的官服花剑 一定比现在更大更多